大家好,我是琪琪 今天我们一起来做一个 几乎是零难度 而且非常快速简单 据说是某店销量第一的小甜点 果然能做冠军都是有实力的呀 总之就是酥香清甜 锁死这个配方就对了 那我们就一起来做这个提子奶酥吧 如果家里有用不完的葡萄干 大家都会用来做什么呀 葡萄干先用温水泡一下 待会儿也会比较好切 室温软化的黄油先搅打一下 之后倒入细砂糖 先用瓜铲把黄油和砂糖 简单的融合一下 避免待会儿打的时候飞溅 继续打至体积有一点膨胀 颜色有一点发白 黄油呈现羽毛状 倒入两颗室温的蛋黄 打至蛋黄完全吸收 比较蓬松的状态 就可以倒入面粉和奶粉了 如果家里有杏仁粉的话 也可以加个10克进去 更酥更好吃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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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接着就像我这样 把它掰开之后对折按压 然后重复这个步骤 重复个几次 让面团简单的融合就可以了 把面团等分成16个小球 之后简单的按压 不需要任何复杂的整形 就是这么简单 在表面刷上一层蛋黄液 之后就可以送入预热好的烤箱 165摄氏度烤18分钟左右 应该不用更多的语言来赘述了吧 真的就是那种无添加香醇的香酥好吃 也希望大家会喜欢 我们就下期见吧 拜拜